接下来就很容易了 站在老白猿的立场上 遇见这种事情 他第一反应自然就是求生 那要如何求生呢 雨墨说到这里的时候 略微顿了的 有些稀奇地看着孙英雄 但看到对方那略显茫然的眼神时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如果所料不错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比如那份半妖人计划 这样才能保证古雕 我会立刻干掉他 给他解释的机会 如果只是保命的话 只需要回去调查 拿出那家伙并非白猿族的证据就可以了 这一点对老白猿来说不难 但考虑到他的野心层面 这么好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放手 竞价比最高的 就是拖万妖林 鹰剑山 蛟龙族一起下水 比如明面上 体内头古雕画一张大笛 再置身前往蛟龙族 书万妖林有意成为蛟龙族的附庸 并且证明价值 最后再隐约透露出古雕的野心 对于满脑子想的都是恢复往日地位的蛟龙族来说 万妖林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助力了 而且还是区别于鹰剑山 择山的合作关系 是真正的附庸 并且在关键时刻 能够对鹰剑山起到监督的作用 这其中的价值就很大了 有一只爱事的古雕就需要铲除 如果我是老白猿 离开蛟龙族后还会去一次鹰剑山 证明自己的心其实还是向着鹰剑山的 避免被厌恶 两面三刀又同步推出了古雕这个爱事的家伙 此次真正危机的是古雕才对 如果老白猿侥幸吞噬了古雕的腰盒 沾染上了些许神兽血脉 或许真能打破天赋的束缚 即使 雨墨眉头深皱 神情逐渐凝重 虽英雄同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眼神中败着一抹杀意 但很快 雨墨又突然笑了起来 微微摇头 其实也好 老白猿的野心太大了 所以短时间内 绝对不会拿人族开刀 反而会养之人族 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或许可以从中牟利 无论如何 这件事 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 短期而言 对人族有意无害 但如果某天老白猿真的晋升八级妖竹 就需要我人族一位先贤 踏妖狱 斩了他了 雨墨仿佛自言自语般 不断呢喃着 办公室逐渐恢复了平静 许久 孙英雄才有些古怪地盯了雨墨 看起来十分认真且疑惑 你们这些家伙 长得真实脑子吗 老夫好歹也是墨学院出来的 不算是蠢货 为啥绕不过你们 语气中还带着些许不服气 面对孙英雄的疑问 雨墨一时间有些沉默 像是在组织着语言 最终 您当年在墨学院毕业后 入了预备役 提起预备役 就连雨墨都有些头疼 孙英雄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废话 入狱备役 登阵摇关 拿战功啊 不然我凭啥当这个墨哥阁主 说话间 语气中满是骄傲 终老 慧云不见呢 雨墨呢喃着 突然有些心累 按岁数来说 孙英雄是比终御树 要稍微小上不明显的 也就是说 终御树比孙英雄 早去了几年预备役 那时候的画风就已经歪掉了呀 填养一个人很难 但毁教一个人却很容易啊 眼神有些复杂地看了孙英雄一眼 在对方疑惑的神情中 莫名叹了口气 又沉吟数秒 但至少在预备役里 你已经算是最聪明的了 雨墨有些安慰地说道 是吧 我就说 那些家伙蠢得很 孙英雄挑了挑眉毛 有些得意 雨墨又一次沉默了 卧槽 你 你别过来 我什么 快报警 高速加油站 一名工作人员看了远处 急驰而来 甚至临近加油站都没有减速 车头还扁了一块的汽车 汗毛炸气 发出一声惨叫 紧接着疯狂地向远处跑去 这是邪叫发起的自杀式攻击吗 突然响起刺耳的声音 高速行驶下的汽车 在地面上硬生生磨出几道轮胎硬 并且车头耍了出去 整个车都有先飞的趋势 好在 临近油箱的时候 车最终还是惊险地停了下来 只不过车头还是撞在了不远处的铁柱上 一声闷响 在工作人员惊异不定的申请中 余神推开车门 一脸平静地走了下来 仔细看了看那铁柱 随后 十分礼貌地看向了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您好 麻烦帮我加一下油 加慢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铁柱有些轻微破损 我这边赔偿给您200 可以吗 余生认真说道 两名工作人员此时脸色苍白 甚至都没听见余生在说什么 只是下意识地点头 有些麻木地夹着油 又忍不住看了看着车上 随处可见的刮痕 几乎只是简单地推测一下就能得出结了 这家伙应该不是第一次加油了 甚至他们通过伤痕 还做了一个简单的模拟还原 脑补这辆豪车面对过的所有灾祸 在种种复杂的心情中油加满了 麻木地接过余生递来的钱 又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发动机轰鸣 车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叫后腿去 最终狠狠地撞在墙壁上停住 然后急转弯 回到高速 将不远处的醉城方向再次狂歇而去 你说他去醉城干什么 一名工作人员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小声闷道 另外一人有些感叹 大概是去自首吧 果然 醉城附近的工作虽然高薪 但怪人太多了 这里不适合我 我要换个城市 那工作人员眼神坚定 转身就走 开始研究自己的逃离计划 前方目的地已到达 本次导航结束 伴随着那悦耳的声音 余生将车停在树旁 默默走下 虽然神奇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但插在口袋里的双手 却不自觉地攥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那座有些阴暗 幽冷的城池大门依然紧闭 周围墙壁上有着些许血痕 以及一些文字 这文字大部分都是 从罪程走出来的人 以胜利者的姿态书写的 大体上就是一些装逼的内容 没什么价值 余生就这么靠在车头处 安静地等待着 看着这城市有些出神 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最终轻轻摇头 周围安静得有些过分 在这罪程附近 甚至连一只鸟都没有 只有不时吹过的风 以及头顶的骄羊 从正午的黄昏 哪怕在夕阳的照应下 这城市都没有半分温馨感 一如既往的深邃 宛如深渊吧 只是看一眼 都觉得浑身发冷 突兀的 城门发出刺耳的响动声 这门笑着太久 没有开过了一样 轴承发色 余生默默抬起头 看着城门口的方向 在夕阳下 大人影有些看不太轻 只是看起来有些瘦小 微微拱着身子 但余生看着这身影却笑了 笑得有些突然 那身影的步伐缓慢 没有因为离开醉沉而变的气躁 在阴影里 隐约能看见 她手里还攥着匕首 警惕地看着四周 最终走出城门 彻底站在了阳光下 没有什么盛世容颜 只是一个身材瘦弱 面容平凡 最多称得上是耐看的小丫头 她的目光第一时间 落在余生身上 像是松了口气 逐渐放下心中的戒备 但两把匕首 依然牢牢钻在手里 站在城门口 微微抬起头 眯着双眼 像是在享受着什么 并且同步地深吸了一口气 而那还未关闭的城门 隐约可以看见 每藏漫的醉成外围 以及城门不远处地面上 一具具 鲜活的尸体 包括这丫头的双手 同样满是贤血 正在顺着匕首 不断低落 平静的神情 瘦小的身体 余生后这血腥的场景 格格不入 却又如此自然 仿佛融为一体般 余生没有打断她 就这么站在远处 默默地看着 直至最沉的大门 缓缓关闭 女孩收回目光 看向余生 勾出一抹 有些僵硬的笑容 走吧 她轻声开口 声音平静 并不如迎明白月娥 必然普通 普通的女孩 偏瘦弱的身体 平凡的声音 甚至在人群里 都很容易被忽视 余生沉音两秒 轻轻点头 女孩有些好奇地 打来了汽车 最终拉开 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上去 余生上车启动 全程女孩 都没有问过 余生要去哪 做什么 甚至明明 已经一年未见 两人之间 却没有过多的交流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 余生像是想起了什么 在后座拿出一本 厚厚的书 递给女孩 默个刑法大全 女孩接过 认真地翻阅着 很安静 余生挂到耳打 用力一脚油门踩下 汽车猛地向后推去 车内剧烈摇晃 女孩只是 双脚抵在车上 后背靠着座椅 目光依然放在 那本刑法大全上 不时露出 若有所思之色 完全没有因为 余生的车技 而感到惊讶恐慌 余生猛转方向盘 汽车歪歪扭扭地 急驰而去 车内 只有书本的翻阅声 不时响起 直到看见一行文字 女孩这才缓缓收回目光 然后拉过一旁的安全带 这就是安全带吗 余生轻轻点头 怎么用 女孩眼神中流露出些许好奇 问道 余生指了指自己绑着的那根 没有多说什么 女孩仔细打量着 摸索着将安全带记好 不计安全带罚宽 五十 无证驾驶 你有证吗 下誓想起了什么 女孩问道 没有 女孩轻轻点头 若有所思 所以 我现在如果打电话举报你的话 会有五百元的奖金 是的 但我有三位云勋 按照默格规章 并且还有镇腰关的通行证 所以无罪 你涉嫌报假案 浪费默格锦力 处以三天治安拘留 余生认真地开着车 并且顺便解释了一句 女孩恍然 随后有些惋惜 云勋 镇腰关 呢喃着 女孩不再继续发问 而是仔细地阅读着 这本书上的美意和美容 不时还会停下 像是在分析 思索 任这车开得如何狂言 几次险些撞在护栏上 女孩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恐 只是右手不着痕迹地 搭在了车门上 随时做好跳车的准备 天渐渐黑了下来 远处的高速服务站里 余生将车熟练地挺在墙边 给出了赔偿 带着女孩来到了服务区的食堂 点了两份炒饭 有些难吃 严方面不多 但两人却吃得异常认真 没有浪费哪怕一丝一毫的食物 在吃饭时 两人那神圣的神情 如出一辙 很安静 有时都会产生一种错觉 这两人 就像是同一个人分化出的影子 一举一动 甚至每一个细节 相差都不算大 或许唯一不同的 是这女孩身上 散发出一种天然的抗拒 如同刺猬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 衣服上还沾染着血迹 令人下意识地远离 而余生则是相对来说温和一些 或者说 女孩更像是一年前 刚刚走出最沉的余生 最沉外的食物 很不错 女孩放下筷子 真心地夸赞道 余生却摇了摇头 只要是食物都很好 女孩想了想 表示了自己的认同 可伪了吗 余生突然眉头眉尾地问了一句 女孩点头 余生回到车里 又拿出一本厚厚的生活百科大拳 放在桌子上 这本也不错 我当时看过 女孩擦拭了一下双手 将书接了过来 偶尔遇见一个比较生僻的字 还会微微醋眉 学问余生 毕竟 两人在最城内 能够勉强学会大部分的字 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余生抬起头 看了看四周 沉吟数秒 缓缓说道 在服务区休息一晚吧 明早再走 女孩只是点头同意 手上却还在不断翻阅着 这本生活百科大拳 期间还向余生借了纸笔 不时记录一些什么 外面的人 看见我衣服上的血 会怕吗 许久 女孩看向余生 突然若有所思地问道 还指了指自己衣服上 那早已干涸的血迹 不知道 但有可能会向几位私举报你 余生想了想 回应道 女孩看了看四周的路人 讲到他们看向自己时的 古怪眼神有些不解 但 他们为什么会厌恶鲜血 这应该是生命中 本应存在的东西才对 或许 他们感觉血很脏吧 真的脏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反正挺闲的 还有点心 两人的话很简短 而且明明是这种话题 讨论起来却依然一脸认真 就像是两名哲学家在探讨学书 最终再次恢复沉默 余生就这么靠在椅子上睡了过去 余还依然在仔细地看着那本书 翻动得很缓慢 休息时 抬起头看见睡去的余生 微微蹙眉 像是很不理解 你 既然会在人群中睡去 会死人的 直到他歪过头 看见余生藏在口袋里的手中 似乎攥着什么 这才恢复了平静 一夜无画 天亮 余生睁开双眼 没有那种刚睡醒时的茫然 短短一瞬间就变得异常明亮 怎么办 起身 火动了一下四肢 余生淡淡说道 余还指了指手中那本书 你休息好了吗 疲劳驾驶很危险 书上说的 余生脚步微微停顿 不有所思 但我不疲劳 也不会有危险 女孩轻轻点头 将一镜看了大半的书合唱 重新坐在副驾驶上 认真系好安全带 余生动作和女孩相仿 轻采离合慢给油 挂二档倒车 听到咚的一声后 距离够了 回空档 挂五档起步 余生还在自言自语 然后汽车就以冲刺的速度飙了出去 女孩有些茫然 打开百科大圈 找到其中一个分类仔细地看了一下 微微皱眉 书上说 应该是先挂一档再升档 你的步骤是错 我刚刚挂的不是一档吗 正在认真开车的余生愣了一下 转过头开向女孩 女孩摇头 你说的是五档 哦 又错了 有些惋惜 当余生再次抬起头时 汽车已经歪到了离谱的程度 眼看着就要撞在护栏上了 猛打方向盘 汽车剧烈地摇晃 重新回到正轨 期间 女孩一直在关注着余生的操作 认真地纠正着 书上说 车在高速行驶时 是不允许猛打方向盘的 会造成翻车风险 双手握住方向盘的转动幅度 不能太大 我突然想试试 女孩有些行动 必试图说服余生 应该相信我 因为不会有比现在更糟糕的局面啊 说话的时候 女孩神情异常认真 但你无证价实 并且没有钱缴纳罚款 按照时间 你需要找一所高中去上三个月学 觉醒 才会有考高校的资格 如果有案底 不会被辱取的 余生沉吟数秒 说道 女孩反问 你会举报我吗 应该会 余生认真想了想 缓缓点头 我是一名光荣的守法公民 女孩有些惋惜 你说的那个三维云须 好弄吗 还算可以吧 只是要杀人 余生简单科普了一下三门云须的获取资格 最后说了句 车后面有本刷功勋最快攻略十二条 你可以看看 哦对了 最成外 杀人犯犯 女孩有些纠结 最终还是继续看起了自己面前的书 再也没有提起要开车的事了 直到临近黄昏 这本生活百科大全 才被女孩彻底看完 缓缓合上 在看一下四周的时候 眼中那好奇之色已经少了许多 更像是带着某种求证 这时车缓缓开进了墨北城 这座出了江城外余生最熟悉的城市 护证厅 在一名工作人员惊慌的神情中 停车赔钱进了大门 带女孩补办了新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在身份证的最上方 是女孩的名字 时光 好丑 你应该先带我洗个澡 换身衣服的 看着身份证上的照片 女孩有些抗拒 余生摇头 但你没有洗澡和买新衣服的钱 接你的一路 我的人工钱可以免费 但邮费高速费加在一起 是三千二百四十五点八亿元 服务区 饭钱十八 身份证和户口本的工本费是五十 所以你现在欠我 三千三百一十三点八亿元 凑个账 共计三千三百一十四元末币 欠条就不用打了 余生拿出一张张票去抵时光 时光没有反驳 而是认真地翻着 最后轻轻点头 但你都说了我零点一九元 我觉得这零头是可以抹掉的 这种收费不合理 合理的 四十五入 并且我没有要利息 好吧 时光最终还是轻轻点头 抢劫 因为造成伤害 数额较小 应该 说话间 时光已经开始打量起了四周 余生这么一下 悠悠开口 我可以先借给你两万 交学费租房子 应该够用的 自己刚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吗 或许吧 就行 时光收起余生刚刚取出的现金 随手揣在口袋里 但原本就是夏天 口袋里足足两万现金 显得有些突兀 再见 时光挥了挥手 消失在了人群中 手里还拎着 余生送给他的一些笔记 比如一些生活常识 学校的作用 拨高校排名 包括自己那个特殊的小本子 本如何精准刺激他人 希望有用吧 按照时间来算 再过三个月全国大考后 也许就能在墨学院相遇 希望他能够在这段时间内 赚到两万三千三百一十四块 余生看着街道上散乱的人群 喃喃自语 回到车上 启动导车转向 一气呵成 不得不说 经验这东西还是有用的 现在的余生开车相比之前 比经幸运流说的不少 至少 这一趟到现在 车还没还 甚至余生对此研究出了 很多小技巧 比如怎么撞墙 能更完美地保护车头 更能一眼就看出 自己撞过的墙 需要多少钱维修 这就叫专业 服装练 时光刚换了一身 宽松的衣服后 拿起其中一本书翻了份 二冲 呢喃自语 若有所思 又去买了一部手机 仔细翻阅了说明书 还寻闷了店员 其中不解的地方 看着眼前这一脸认真 完全不似恶作剧的女孩 店员神情古怪 这人 竟然连手机怎么用都不会 是失忆少女吗 电视剧里的桥段了 许久 时光恍然地拿着手机 走出商店 且是按照余生留下的字条 给余生的通讯 发了一个好友申请 最后 略显笨拙地打开导航 输入二中的名称 按照手机中指引的路线 时光下意识地 走在墙角阴影里 微微拱着身子 渐行渐远 哪怕化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也依然背着那老舅的背包 鼓鼓囊囊的 不知道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 站在二中门外 抬起头看着校门 时光的眼周 还带着一抹兴起 向学校走去 问 不能进 门外室里一名保安冲了出来 伸手拍向时光肩膀 时光脚不停顿 单手甩了一下 背包抡起 拦下了那保安的手臂 下一秒 他直接从背包里 戳出一把弓弩 背准了保安的眉心 下意识地就要扣动扳机 那保安眼神中 还带着些许茫然 时光也在此刻反应过来 慢慢收起弓弩 重新背好行囊 目默向后退了一步 离保安稍远了一些 保安粗眉 这位姑娘 暑假期间 禁止进入校园 你是哪个班级的 保安有些警惕地 看着时光手中那把弓弩 声音逐渐冷了下来 时光想了想 我入学 现在不是时间 每年的年初才招生 还有 带这种武器出门 很危险 保安的目光 全程都没有离开过那把弓弩 尤其是 那弓弩上 还沾染着干涸的血迹 我现在有理由怀疑 你有案底 请放下武器 保安身后 觉醒物浮现 不过二句而已 但依然能散发能量波动 同时慢慢掏出手机 找到警卫司的电话 时光只是有些不解地看着 知道 快住手 你是想成为我们二中的罪人吗 二中的托顶校长 细喘吁吁自远处跑来 甚至还穿着休闲的睡衣 可以看出的确很急 恶狠狠地看着那保安 保安愣了 不解得回看校长 手中的电话里 还不断传出声音 你好 这里是警卫司 孩子不懂事 不错了 抱歉啊 校长对着手机喊了一句 直接抢过来挂断 再次瞪了一眼那保安 当他转播身的一瞬间 已经换了一副热情洋溢的笑容 如果我没猜错 你一定是我们二中之光 余生 余田娇的朋友吧 刚出来的吗 放心 我懂我懂 和你们沟通 还是十分有经验的 刚刚余生给我发了通讯 临时入学吗 没问题 有你在 估计我们二中 又会成为整个江北省 最耀眼的存在了 到时候人足大考 可就要仰仗你了 两年培育出 三位墨学人的天才 我二中真牛逼 说到最后 校长不禁露出傻乡 这时时光的通讯响起 探着余生刚刚发过来的消息 甚至为了表示 这消息的重要性 后面还加了三个探号 时光若有所思 看着面前这傻了的校长问道 请问 您是预备役的吗 预备役 一群没有脑子的脑腹 脑腹修与他们为伍 校长有些骄傲的扬起下巴 得意地说道 时光轻轻点头 将手机放了回去 按照刚刚余生所说 眼前这校长 应该是属于聪明 靠谱的氛围吧 先别说这些 我带你参观一下 我们的校区 自从余生毕业之后 我们二中这短短半年里 进步飞速啊 看待这教学设施 整个江北省 都名列前茅了 啊 对了 冒昧地问一句 在那里 你和余生 谁杀得更 嗯 谁更厉害一点 校长谨慎地想着 更温和一些的措辞 时光认真地想了想 最终摇了摇头 没算过 应该是他更多一点 但我处理尸体 更有经验一些 他杀的人 都是我买的 为此 我挖了好几个尸坑呢 对比余生 时光自认为 还是稍差一点的 但提起尸坑的时候 眼神有些泯尿 甚至还比划了一下大笑 大概 每个尸坑 都有半个操场大笑吧 他一共填满了 两个尸坑 我第二个尸坑 是前几天才当满 比他骂了一年的量 时光平静地说着 在阳光下 看起来十分天静 长发简单的扎起 只是说出来的话 却让这炎热的侠迹 多了一丝凉度 这次吻了 有了余生的魔力后 校长变得淡然了许多 抗击打能力也更强了 听了时光的话后 有些激动地攥进拳头 甚至他已经看到了 墨北二中在未来成为江北重点中学的那天 如果资源到位 或许有机会成为全人族的重点高中 他这个曾经到处混资源的校长 也有机会出人头地了 感恩余生 到时候一定给余生刻一座雕像 就离在学校的操场上 这可是墨北二中的贵运了 不仅自己来 还推荐朋友来 这半年酸溜溜嘲讽二中 一切都是运气的家伙们 还想看他今年的大考出球 不知道这次参赛的学生们 夹起来够不够填满两个尸坑的 一时间校长心情大好 嘴里哼着歌对着手 在这空旷的校园里溜溜打打 亲自给他半年了入学 又带他领了校服 分配好班级 甚至得知时光还没有住的地方后 更是主动要求陪他去租房子 老夫在这墨北城待了多少年 两块啥价格 我门心 你放心 肯定没人骗得了你 校长一脸笃定地说道 时光默默地看着校长 又看了看手机上 余生发过来的消息 一时间眼中带着迷茫 总感觉余生传递过来的经验 似乎也不是那么地准确 墨学院 老子回来了 赵紫诚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 站在墨学院的大门口欢呼了 眼中满是那种 一己还乡的骄傲 只不过衣服破破烂烂的 脸上也长满了护茶 看起来平白苍老的不少 其他几人也都差不多 就像是一个名叫 丐帮的神秘组织 就连大白都是脏兮兮的 不知道多久没有洗过草了 进了这个门 小爷我就又一次 回到那金元宝集团总裁 身价百亿的身份了 唉 这令人生物痛绝的身份 不过 希望我的第五次觉醒 能给一个攻击技能吧 瞧瞧了 老天保佑我 我愿意用许大头二十年的寿命来换 孙文拄着一根木棍 手里还拿着个碗 惨兮兮的喊道 引来周围许多人怪异的目光 尤其是闻到他身上的臭味 下意识就拉开了些许距离 看他就像是看得精神病 这人 想些想疯了吧 还身价百亿 我清明节烧的比他多多 一群人小声疑问 啊 许大头 开门 给我们准备好新衣服 浴巾 孙文毫不在意周围众人的目光 而是对着大门喊道 无人回应 十万块 孙文气定神仙 又喊了一声 一股恐怖的能量 自墨学院深处浮现 刚刚做好清单 一脸疲惫的许元清身影 轴然消失 下一秒 墨学院大门打开 许元清肩膀上 还搭着一条 不知道在哪儿找出来的白毛巾 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亮开个审位 侧着站在门口 就像是迎兵 欢迎各位老板光临莫许元 里面请 楼上男兵四位 女兵一位 请接待 手牌拿好 小心地划 说着 许元清微微弯腰 伸出右手 十分专业 翻页到令人怀疑 她是不是做过兼职 孙文满意地点了脸头 一张银行卡塞进了许元清的口袋 不错 不错 这卡里 多少钱我忘了 洗碗应该还是有它 密码和之前一样 唯款洗碗给 说着 孙文腰板挺直 细致也瞬间从要饭的变成了总裁发 只是衣服终究还是有些不伦不类 一群路人看着这一幕 眼中满是惊叹 不断感慨 原来是自己的格局小了 许元清激动地攥着那张银行卡 一路小跑地跟在几人身后 最后越过他们 肩冲进了宿舍楼里 准备热水 相比起来 还是孙文的钱更好赚 准备的洗澡水 就十万块 在想想余生给的活 黑心老板 扣门了要死 一时间 许元清性密疯狂地骂着余生 并且下定决心 以后坚定不移地跟着孙文混 只有孙文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 并且为自己之前的出轨 而感到愧疚自责 许过早换了衣服的几人 焕然一新 就连大白都被许元清 亲自护理了一番 毛发雪白 净显优雅 看起来不仅威武 还透露着一丝可爱 就这手法 又是专业级的 就算去宠物店应聘 都可以越过实习期 直接上岗 甚至还能带带削途 孙文满意地付了尾款 慵懒地坐在沙发上 长舒一口气 发出一声感慨 果然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赵紫诚等人 十分默契地点了点头 请问老板 请问需要裹盘茶水吗 许元清带着专业的微笑式服务 看着众人开口说道 赵紫诚想了想 赵紫诚点单 但许元清看都没看他一眼 依然深情地注视着孙文 赵紫诚看着这一幕 淡淡说道 徐元清眼神明亮 瞬间放弃了孙文 开向赵紫诚问道 甚至完全忘记了 就在几天前 赵紫诚在学院论坛里 发表过的内容 以及自己历过 一定要报复回来的誓言 可以 赵紫诚随口说道 找到许元清的好友 赚了2.5个学分过去 许元清直接打开窗户 身后浮现能量与异 以飞窗篇 急迟而去 许事外卖 值得信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